各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六个符号考警察跟铁路人员考试的题目 那么,任何的英文考试其实都一样 就是你的英文程度要好 而准备英文并没有一个特殊的方向 这整个是实力的问题 所以你读得越多,当然你的英文就越好 可是你读得越多,要能够记得了,才有效 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 我们现在很快地分析这一题 看大家能不能够很快地就能够记得住 那么我们看到题目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子密密麻麻的一个字一个字 然后要你选一个答案放进去 现在我们把六个符号加进去 变成一小节一小节 而且我们确定要先有主词、动词 这个地方有个连接词 这边再有一个动词 所以一个主词,两个动词 然后我们就来看了 The College Graduate 这个大学的毕业生 这是主词 然后这里是动词 我们后面看下去 Against是一个介系词 对抗他的父母亲 And 而且呢 refuses 去拒绝 各位为什么加s 这是第三人称单数加s 所以上面的四个答案一定也加了s 而且拒绝呢 To do the job 去做这些工作 怎么样做呢 As 如同 带出一个词句出来 They wish They指的就是his parents 他的父母亲 所希望的 他做到的事情 他却拒绝去做 那么这个字 当然就是一个反抗的意思 所以我们先这个第二个选项 Rebells 放进去 A选项 Retreats 叫做撤退 C选项 Survives 是生成 4选项 Succeed 是成功 好 那各位 这三个字 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 你把中文写在这边 用你古老的那种背单字的方式 背得又辛苦 又记不起来 好 但是呢 各位 我们现在同步念出声音 放进来 整个句子来念 我相信你的感受 就绝对不一样了 好 我们重新再来念 然后回忆他的意思 The college graduate rebels 这位大学的毕业生呢 他就反抗 Against his parents 对抗他的父母亲 And refuses 而且拒绝呢 To do the job 去做这份工作 什么工作呢 As they wish 这个他们父母亲 所期待他做的事情 好 再一遍 The college graduate rebels Against his parents And refuses to do the job As they wish 好 各位六个符号英文法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工具 同步一定要配有声音 这样子你才能够 学用考同步 你能够在英文一小节 一小节的分析之下 一学就会 一学你因为有念诵的关系 你才能够记得 又有思考的模式 所以简单的六个符号 英文法就是很简单的 这六个符号 把英文就分成一小节 一小节 贯通全部的英文 你念一下单字 很容易就记得起来了 欢迎各位利用寒寿课程 来正正实施 完整的听声音 来清清楚楚的完整学习到 这个文法思考的架构 怎么样看句子 在到网络会员区的 练习的地方去做 以及去听着一小节 一小节的英文考题的讲解 这样子来准备考试 相信各位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各位在一边准备的时候 一定要有声音 所以你考完 你就会用了 这是大家的梦想 不要只会考试 你还能够用英文 那么将来你进入了 你考进了单位 我相信你会是 最受重视的人才